立法會5月通過有關區議員要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條例草案 政府安排區議員宣誓前吹風 只不符合宣誓條件的區議員將會被DQ 兼會向他們追討上任以來過百萬元的新樽 有意見稱政府這次出招令反對派區議員滋難而退 避免政府大規模出手引起社會震盪 在DQ區議員的消息傳出口 短短幾天已經有超過200名區議員辭職 其中一個原本是沙田博康區議員的趙柱邦 因為原本都是說有幾類做過某些行為會DQ 但現在DQ之後又說一些後續的跟進行動 可能就是追討你所有的由上任到現在的新樽 甚至可能會觸發一些刑事的罪行 這個就是我自己比較考慮的原因 另一個位置就是見到身邊的同事都辭職了 自己都有點心虎意難 都會決定和大家一起辭職 事實到今時今日其實你看到大批議員辭職 其實政府都未有一個確實的說法 但是在風聲方面就製造了一種恐慌 家人都很擔心的 無論是辭職或者不辭職 留在香港或者離開香港 其實他們都有一種憂慮 家人就會擔心人生安全的問題 當然要完全避險就是離開香港 但是我自己就未想走到這一步 至於未來從事甚麼工作 或者是在哪一行業發展都要再考慮 社福方面當然都是其中一個 我自己較為心儀的一個行業 但是未來就 因為最近可能疫情問題都 不同行業找工作的情況都比較困難 我自己就暫時未開始找工作 同樣辭去區議員職務的 還有在2019年擊敗油尖旺區議會前主席葉奧東 當選區議員的陳子惟 問到陳子惟怎樣繼續服務地區 他就說 大批反對派區議員辭職 建制派在部分區議會重奪制權 但是在人丁單薄下 區議會未來條路又應該怎樣走呢 大家看到過去區議會的數目是按住人口增長去增加的 增加到四百多 所以其實地區是有一定的需求在 但是今次在宣誓前 有大量的區議員辭職 其實對區議會的衝擊都很大 我們怎樣去維持社區服務呢 這個我們都比較關注 我們很希望其他現有的一些機制 譬如分區委員也好 希望短期內要有些叫做 提供也好 或者叫做外援也好 幫助首先 這樣會分擔了一定的壓力 好 好